Hello,大家好,我是Jason 近期大家應該就越來越少出街了 因為我們的偉大的香港政府 有很多不同的新措施 要大家自我隔離 出街吃飯又不可以四滾一瓶桌 然後桌和桌中間又要隔了1.5米 然後那些店舖基本上是可以不用開的了 我自己二月中回來香港之後到現在 都已經過半月多一點點 基本上我都自我隔離了 都差不多過半月了 雖然中途我有時都會出街去買東西、買菜、買口罩 但基本上我都是在自我隔離 自我隔離的時候有什麼好做呢? 當然作為一個Gamer出身的Youtuber 最好做的當然就是打遊戲 平時我打遊戲我買遊戲 我就不會特意去拍影片講的 但今天這一個我覺得 我是有必要去拍一條影片跟大家介紹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今天是豁出去 登登! Collector's Edition的Biohards 3 好了,其實我都真心沒有拍過這個開箱影片 今天跟大家開這個就是Biohards RE3的Collector's Edition 今天的遊戲正式發售日期就是我們這條影片推出的明天 但是為什麼我這麼早有這盒東西呢? 就是你不要理我 總之我有我自己的方法去拿到這盒東西,OK? 我想這個是Collector's Edition 那裡面當然就有一些普通版 就這樣一隻碟在裡面的遊戲 當然是不同的,對不對? 那這個我們就馬上來打開給大家看看 裡面究竟是怎樣的 那這個盒子沒多久就有點 而且它的設計就是我們遊戲裡面 我們在save room的時候的儲存箱 用來放藥草啊,用來放子彈啊 用來放這樣放那樣的那個盒子呢 它就是那個設計來的 其實看上去也挺精美的 相信呢,就算我之後我就算不用來放它本身的盒子裡面有的東西也好 我用來放其他東西呢,放在一間房間裡面呢 都是一個不錯的擺設來的 那這裡上面呢,當然就是這個Raccoon City的軟紅市的警察的logo 然後我們打開裡面給大家看看 好,首先第一樣東西呢,當然就是有這個Biohazard RE3 這個生化危機重製版 第三集重製版的PS4的光碟在裡面 那這個呢,當然也是這個的英文、日文、中文版 那這個我們玩的時候呢,我們是會玩中文版的 然後旁邊呢,那這裡呢,就有這個的 重製版的Special Soundtrack 那這個的原聲大碟 那它呢,它裡面有兩支碟 後面這個我們看到呢,它這個是Disk 2來的 就是它這個裡面呢,是有兩支的碟 我們先看看下面那一層的東西有些什麼 好,再打開 Project N 這本應該是畫作來的,看看 這個拿出來,看看 下面還有地圖,但是呢 我們先看了這一本Project N的畫作 裡面究竟是怎樣呢 Project N Notice this file contains highly classified information 裡面是有非常之機密的資料在裡面 這次這個重製版遊戲裡面的角色、地圖 好,所有的設計 這個是攻略還是什麼來的? 這個我初度以為是畫作來的,原來不是 它這個是每一版每一個地圖裡面的場景 它是整了一本這樣的書在這裡 OK喔OK喔OK喔 它重製版這個呢 即是我經常都說我們玩一些舊遊戲的時候 我的老餅呢 我們以前看那些低畫質的時候 其實我們看到畫面,在我們想像中的畫面 其實跟這個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說想像力是多麼重要 但是當然現在這個年代 它重製到這麼高畫質 也是非常之好的這件事 OK那這一個呢 就是這一個的 不是畫作 它是每一版中間的地圖 哪個位置是有什麼呢 它是顯示出來給你看的 然後這裡呢 又寫著Hidden 它這個其實是不是半攻略形式給你的 這個其實 不奇怪的 那這個呢 那我們看完了 那我們再下一個 我們有這個 Raccoon City的地圖 它這個呢 不是那些很薄的紙 它這個是那些 比較厚一點的紙質 哇 這個很大幅 Raccoon City的地圖 哇 大幅到我的鏡頭拍不到 那這個呢 上面這些位置呢 又好像用筆在上面寫了字 No survivors Extensive Fire Damage 是很漂亮的 這個呢 如果喜歡生化危機的朋友呢 應該 嘩 後面是Poster來的 咦 你看 哈哈 它這個簡直是阮紅市的 廣告Poster來的 哎呀 Umbrella Corporation的廣告 還有 Making Life Better 這些拍了之後 就變喪屍 那這個呢 是這個地圖 然後再下面 再下面呢 應該相信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再打開 登登 Biohazard RE3 Jill的Figure 出來 啊 OK 想不到竟然是Jill Valentine的Figure 不知道會不會有些觀眾 看完這段影片之後 原本是不想買這個Collector's Edition 但是看完這個Figure之後 就忍不住買 出來吧Jill 好 OK 它這個呢 它另外還有一把 它還有一把 手槍仔的 這個呢 我們先拿出來 底盤呢 當然就是讓它站上去 這個我們 稍後再把它 站出來 先讓大家看了 這個呢 這個呢 就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Jill Valentine的Figure 這個呢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是重製版裏面的Jill Valentine 然後這裡呢 有電筒在它的Fed上面 然後就有一把 這把應該是什麼手槍來的 是不是Glock 手槍呢 我真的不太熟 但是這把應該是Glock來的 應該是 大家可以看到 它整個呢 其實很精細 不過可惜它的槍呢 因為它本身是設計了 是被它拿在手上 是不可以把它放進去 槍袋裡 那就可以看到它全身的 所有的裝備 非常精細非常精美 然後有雙鞋 均勃 它整個是一個 非常高質素的Figure 那這個呢 是這個collectors edition裡面 最重要最重要的東西 這個當然就是 那這些就是我們今天這個 生化儀機三重製版的collectors edition的內容 那我們有地圖 有這本的書 然後有Game 有Original的Soundtrack CD 然後有Jill Valentine的Figure 所以為什麼我們今天這隻Game 我們要跟大家正中的 去到拍條片開箱 去到介紹這件事 因為呢 就是我這些老鬼來講 生化儀機的上一次第二集的重製 我都已經玩得很開心 啊 那這次第三集的重製 我們當然也是期待了很久 好老實說 我想快點開始玩 但是呢 我們還是要等到明天 4月3號 我們才 我們作為一個負責任的Gamer 我們是不可以偷跑的 OK? 不過我們今天這條影片 我相信會有一小部分的老鬼觀眾 可能會因為看了這條影片之後 原本可能就是想著 我只想著上網買個數位版 買個Digital版 誰知呢 就看完這條影片之後 就走出去買這個重製版的 collectors edition 不過那麼多 那今天這條影片呢 我們先到處以來 主要都是開箱的內容給大家看 那我們遊戲那方面的內容呢 在我們的遊戲頻道上 再和大家見面 OK? 那今天這條影片我們先到處以來 希望大家在這個自我隔離的期間呢 可以不斷地爆機 不斷地升級 好的 那我們下條影片就這樣 拜拜 我們下 escola 組合 組合 組合